GitHub ID是StoneJDG 然后今天我们主要介绍一下Hub项目最近一年之内增加的那个新功能以及将来的计划 最后我们根据Hub在安全方面的特性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最近的一年呢我们发布了2.9、2.10、2.11的三个大版本 主要的功能侧重在安全领域、安全中心、OCI Distribution Spec 1.1的实现 还有机器人账户、S-Bomb和垃圾清理等功能的改进 下面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安全中心在2.9之前Hub可以支持进行扫描 并且支持CVE Export按照项目导出到CSV文件 但是在分析CVE的时候还是不够直观 在2.9的履历史里面我们提供了安全中心的功能 在安全中心里头它提供了所有CVE的汇总 包括已经扫描了多少个Artifact的和已经发现了多少CVE 按照级别进行汇总 还有最危险的多少个Artifact的 最严重的5个CVE 在下面还提供了一个详细的查询接口 用户可以根据CVE ID项目名称 CVE的分数范围进行组合查询 这个功能特别适合一个项目 在即将发布的时候 需要审查一下当前项目的安全报告 下一个功能是机器人账号 我们通过GitHub问题总结分析 发现有两大类问题 一个是UI相关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API相关的问题 用户看到有很多跟界面操作没有关系 就是说按正常路径的话是找不到的 只有API的时候才能有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 这时候我们意识到API和UI是同等的重要 这也是我们HUB项目 在做的比较好的方面 就是在对API的维护和对UI的维护 是同等的重要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用API的 去调用HUB的API呢 因为他们在使用HUB的过程中 并不是通过HUB的UI进行交互 而是通过第三方的软件 比如说其他的CICD系统 比如说Jenkins或者是用户自己开发的 那个REST API去和HUB集成 在和其他系统集成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用户为什么用机器人账号呢 一般的大公司里头 一般的大公司里头他用HUB的话 通常用LDAB和OIDC来管理账户 这时候呢 CICD中调用的时候 如果关联是一个某一个人的具体账号的话 那他可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一旦这个人调巢或者离职了 他的账号就不能再登录 因此CICD也就不能再工作了 因此呢 所有的REST API都是通过机器人账户来实现的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使用场景 在之前的那个机器人账号里实现里头 用户需要创建一个能自定义权限的那个机器人 机器人账号非常复杂 在2.10 HUB提供了UI来定制机器人的账号 其中的权限包括了系统级和那个项目级的 用户在上面可以勾选需要的权限 由于有一些安全的考虑 有些系统的权限没有列出来 但是根据很多用户的强烈要求 我们在HUB 2.12里头 基本上放开了所有的权限限制 同样也是出于安全考虑 我们在那个新的创建的机器人账号 不会超过当前用户的那个安全权限 OCI Distribution Spec 1.1 由于HUB是一个OCI Artificial Registry 所以它应该遵循OCI Distribution Spec的规范 为了实现这个规范 我们这个版本的规范主要定义了对Accessory的操作 保存了Artifact Type Subject的信息 Subject主要是Artifact Accessory服务的这个服务 或者描述的主体是哪一个 另外也增加了Reference API 从用户角度来看 实现这些功能之后 我们就很容易去根据一个对一个镜像 给出一个镜像 我们能查出它具有哪些Accessory 然后根据Media Type 来查询它具有某种类型的Accessory 比如说Cosine或者Notation的签名 它的Media Type是不一样的 另外也可以 因为S-Bomb 待会我们要讲到S-Bomb S-Bomb也是一种Accessory 我们同样可以使用Referred API 加上Media Type去查询某一种类型的S-Bomb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API 去实现一些比较复杂的功能 刚才提到的 安全中心可以对CVE进行查询 CVE是一个已经公开的安全漏洞 但是在安全领域里头 有一个趋势 就是叫安全左移 是一个重要的趋势 其核心思想 就是在软件开发的周期 尽早地发现漏洞 这样的话带来的损失 损失和影响就是最小 因此用户可以在安全问题 成为CVE之前 可以主动地识别 可能包含漏洞的逐件 或者说由于安全 或者是license的问题 需要排除某一个 组件的使用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使用到S-Bomb S-Bomb的话 包括了软件中所有的 组件和版本 以及license的信息 Habar 2.10里头提供了 这样的功能 用户可以选择 在上传Artifact的时候 自动生成S-Bomb 也可以手动地在Artifact里头 生成S-Bomb 生成的S-Bomb 可以在界面里头预览 S-Bomb的信息 也可以下载到本地 通过其他工具进行分析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 主要做得比较好的功能 就是那个垃圾回收的功能 Habar的后台存储 通常使用那个是网络存储 比如说NFS AWS13存储 作为后台镜像存储 在垃圾回收的时候 删除文件 会成为一个比较费时的操作 之前是按照顺序删除 这样的话效率比较慢 有很多用户会发现 垃圾回收任务 超过24小时之后呢 作业状态就变成Error了 但是实际上 这个作业还在后台运行 2.10之后 可以在启动垃圾回收的时候 指定并发量 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加快作业速度 如果在启动垃圾回收的任务 时候把那个并发数调成5 这样的话就可以非常快了 不会就是说减少了超时 这样的情况 这上面是我们在Hub 2.9到2.10里头 提供的新功能 在未来的release里头 我们继续对这些功能进行增强 比如说机器人账号和SBOM的功能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为了适应一些Edge用户的场景 增加了对Project Cache的限速 根据一些企业用户的需求 对审计自制的功能进行改进 另外我们还可能会升级那个Distribution V3 因为Hubble是基于那个Distribution Registry 去来做开发的 Distribution Registry的项目呢 更新比较缓慢 V3的版本修复了之前积累了很多的问题 如果升级的话 我们需要重新去测一下它的兼容性 另外呢我们还对那个AI的model 将来会有更好的支持 介绍完项目进展之后 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Demo 这里我们先展示一下Security Hub的功能 先登陆Hubble 然后创建一个工程 在这里配置一下 我们使用那个是GoHub 然后配置一下这个自动镜像扫描和自动生存SBomb 然后把那个Hub 2.6.0的那个镜像上传出去 可以通过复制 也可以直接上传 这样的话就自动生存 在安全中心里头就能看到 自动所有的安全的那个报告 总共有多少漏洞 它就还可以根据那个条件来进行查询 按照项目名称 还有那个严重级别 进行组合查询 下一个功能是SBomb 项目要展示的是根据OCI distribution spec 1.1来进行签名 我们通过Cosine 对所有现有的镜像进行签名 这里注意一下 大伙我们使 这是SBomb的那个 这是SBomb的详细信息 可以把它下载到本地 可以把它下载到本地 我们通过 我们通过Cosine来进行签名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我们使用的是 一个选项是OCI mode 1-1 就是表示它使用的是 那个OCI spec 1.1的那个方式 来进行签名 签完之后 我们就能看到在这个Accessory里头 多了一个Signature Cosine的那个Accessory 那么也可以对SBomb进行签名 我们只需要把那个Digest的替换一下 SBomb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个Accessory 签完了之后 在UI上我们能看到它的那个层体关系 就是说这个Accessory 是挂在那个SBomb下面的 我们还可以通过Auras的那个工具 可以发现它的那个层级关系 展示它的层级关系 通过OCI spec Distribution spec 1.1的那个签名 可以通过那个复制的方式 Image replication的方式 从一个Hub复制到另外一个Hub上面去 那这两个Hub都是最新版本的 复制完了之后 在那个目标的Hub上面 它们的层级关系是保持原样的 不会有什么变化 你看这个SBomb的那签名 还是挂在SBomb下面 好 今天的那个demo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关于Hub的相关的问题 可以在这里提出来 然后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那个 Hub的那个slack群 或者是参加到我们那个两周一次的 双周的一次的那个 community meeting 还有呢就是这个是一个 live demo的环境 demo.gohub.io 这是每次都会刷到最新的版本 如果你对有什么新的版本 有什么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直接上去试一下 大家对Hub有什么使用上的问题 或者是什么的问题都可以问我们 我们所有的那个maintainer 今天都来了 大部分的maintainer都来了 好 没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私下交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